大家好,我是Batman 今天我们动手玩这个 乐高爱蒂尔系列最新套装 繁高星夜 这套编号是21333 一共2316块积木 上面MOMA是一幅画真迹的馆藏地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缩写 OK,现在我们就来开箱 机木里边很多都是表现星空的蓝色 说明书的封面上印着圆花 背面还有一小段画 大致意思是说很明显 想画一个夜晚星空的话 只在蓝黑色画布上点一些白点 那是远远不够的 这句话出自繁高1888年 给他姐姐写的一封信里边 里边有繁高大致介绍 然后这幅画的介绍 这套乐高MOMA的原作者 男孩香港一名医疗机器人领域的 在读博士研究生 也是一名理工男 然后把这套MOMA商品画的乐高专业设计师 整个套装拼完之后 真是非常好看 不光是因为这幅积木画的整体 就尽量使用积木本身的造型 去还原原作中那种清晰的笔触 同时相较于原作来说 积木版又加上了纵深 前景的柏树 中景的村落 远景的天空 这种层次感直接就通过积木的位置 表现出来了 所以看起来还更可爱 更俏皮一些 这么漂亮一套乐高套装 还原又是世界名画 我肯定不能怠慢 所以还特意找来一本书 得好好仔细了解一下原作 学习学习 所以还特意找来这本 和梵高漫步花园 这是小小艺术大师系列 其中就收录了这幅梵高的星空 播种与摘取 耕耘与收获 星夜宁静的光芒 让万物在安睡中成长 这是我不远万里 从国内借来一本书 本来是给我儿子买的 没想到我儿子还没看上 我自己先看上了 星夜这幅画是梵高1890年 在法国普罗旺斯圣雷米的 一家精神病院里边创作的 梵高当时去精神病院 并不是去工作或者去看望病人 而是因为他患有精神分裂症 在那里接受治疗 所以他那时候创作的画作 风格也都比较写意 比较粗犷 非常有视觉冲击力 星夜这幅画 据说梵高 根据当时所住病房 窗外景色创作的 但整幅画 使用了空间蒙太奇的构图手法 画幅内的很多元素 都是从不同空间内搬过来 柔和在一起的 比如说画面右下角 位于阿尔皮耶山脚下的 这座小村庄 实际上从梵高当时 卧室窗外是看不到的 这座村庄 实际上是从他 其他的写生作品里边搬过来的 还要处于视野最前端的 这一棵柏树 没错 这个像火焰一样 熊熊燃烧的东西 实际上是一棵柏树 它的实际位置要更远一些 星夜这幅画 虽然画的是夜晚 但整幅画的颜色 对比强烈 而且梵高使用了 厚图的绘画技术 笔触边缘清晰 走向明确 你看这幅画的时候 仿佛可以看到 一百多年前 梵高是如何一笔一笔 还是负责商品画的设计师 都最大限度的 使用积木本身轮廓 再加上颜色搭配 去还原梵高那种 个性鲜明的笔触 而不是像乐高 其他的像素画那样 暴力破解 把画面上所有的笔触 所有的结构 所有的关系 全都通通画成一个一个像素点 星夜这套积木 选择的还原方式 无疑更加大胆 但是也更有乐趣 更让人赞叹 梵高绘制夜空的时候 就像他信里边提到的 只在蓝黑色的画布上 点一些白点 是远远不够的 他主要使用了 群青色加古蓝色 来描绘背景的夜空 我们这乐高版 也是从深到前 使用了四种蓝色 效果非常棒 但有一说意 这个天空 真是拼得我都怀疑人生了 几百块 一乘四积木搭起来 重复度简直了 想入手同学 做好心理准备 梵高在给弟弟写信中 也提到了 实际上这一系列 星夜相关作品 都是对描绘夜空的一种实验 所以他还在画作上 加上这种光韵的效果 让星光月光 看起来更加的饱满 乐高版最大月亮的光韵 是用积木来完成的 然后这些小星星的光韵 可能因为实在太小了 最终商品 是用这种印刷图案来表现的 不过跟周围积木 风格也都非常契合 并不会显得非常突兀 前景摆树造型 也非常有动感 像是在熊熊燃烧烈火一样 和旁边宁静小山村 形成鲜明对比 然后整套里边 我最喜欢的 就是小教堂屋顶的拼搭方式 拿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拼搭真的是太巧妙了 那么它这小小精致 教堂屋顶怎么搭出来的呢 非常简单 就是使用了三个 这种带尖件的小零件 是吧 这种斜坡零件 然后往中间一放 生动有形象 非常简单是吧 包括教堂前方的民宅 造型有大有小 近大远小偷视关系 自然就表现出来了 整个画框的部分 实际上也是完全 用乐高积木搭出来的 这部分去颗粒化 做的也非常棒 一开始看产品图片 我还以为是个木框了 这个相框除了装饰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加固整个结构 我可以把这幅画 从这画框上拿起来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这画布 从画框里边拿出来 就会发现 实际上整个画布 主要就是一排 一乘四的积木搭起来的 所以整体的结构 非常的不稳固 一个罗一个的积木 非常的薄 所以就晃晃悠悠的 而画框积木的拼搭方式 实际上这种横向的拼搭方式 它是一块积木挨着一块积木搭起来的 这样你两个拼搭方式 垂直的部分一连接起来 整个结构就更加稳固了 所以说用相框来供估整个结构 真的也是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 画框背面还有挂钉子的地方 这应该是一个专门设计新零件 但说实话 我觉得这套完成品的这个大小 就算不挂在墙上 放在柜子上 或者摆在桌子上 也是挺合适的 画面一角 还有反考小人 在画星夜这幅画 内容上把整个套装 从画框之内 延伸到了画框之外 结构上正好使用了场景的一个小织角 毕竟我们这幅画是个立体画 有纵深 前面有个小织角 摆在桌子上也更稳定 然后反考这小人 也是他那幅自画像风格的 你看那画板上那几个颜料 主要都是那几个蓝色是吧 今天这套星夜 可以说是再次拓宽了 乐高商品套装题材的一个广度 直接用积木去还原一幅名画 我想这个题材 不光是对于乐高爱好者 对于一些美术爱好者 也是非常喜闻乐见 希望以后我们能看到 其他用乐高积木活源的名家名作 我能想到的 比如说这个毕加索的画 都是一些大色块 一些几何图形 也非常适合用乐高积木来表现 除非凡高星夜 很遗憾我个人没有亲眼目睹过 这个星夜的真容 但是我看过凡高另外一幅星夜 就几年前我去巴黎玩的时候 去奥赛美术馆 看过那幅罗娜和尚星夜 这幅画创作于1888年 算是凡高星夜系列第一幅画 包括慕尼黑者还有凡高向日葵 那种亲眼见到大师名作的感觉 真的是 要有机会呢 希望也能去趟纽约 亲自去看一看我们这一幅星夜 OK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了 如果喜欢节目的话呢 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Batma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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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